我最近的一两年开始花更多的时间 我觉得是去感受生活 去做一些看上去它跟音乐没有太直接关系的事情 生活里面看似不是直接跟音乐有关系 但是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一些感受 我要抱抱 给我抱抱 爱乐之城 有关爱与音乐的旅程 我对NAPA的印象就是各种红酒酒壮 因为我很多朋友跑到这边专门到酒庄这边住着喝酒 来晒太阳度假发个懒 也有在这边写东西 是自己创作的 到了NAPA那边早上参观了两个酒庄 第一个是很像一个庄园它非常有历史的感觉 你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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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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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到这边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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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到任何喝的 wine tastings yet so far? 這是我第一次 oh great we're so glad to have you here 我要學一下怎麼品酒 all right so all the way to the left is our 2015 Merlot we always want to hold it by the stem because otherwise we're warming the glass oh yes you probably heard the expression pinky out and people are being fancy exactly so then also we swirl the wine so that's really important and we smell the wine yeah so once we've swirled it and we snub it then we take a sip Cheers Cheers so the other reason why we swirl the glass is so that the wine coats the glass and you can see the legs so you can see the legs sometimes it's easier if you look over a white piece of paper and what the legs determine a lot of the time is either the presence of sugar or alcohol so while we're coating when we swirl we're coating the glass with the wine there's esters or proteins in the wine and that also is what you're smelling at the same time so the wine changes from the time that you sip it to the very last sip you'll smell more of it and you get a truer sense of what the wine really is wow lots of information hahaha 第一次来就装 蛮不一样的 因为的话我是 不会做这样的行程安排 以前的生活更多的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我觉得这跟我这两年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变化又不一样 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wow so the Behringer's were the first to do a lot of a lot of things because we're one of the oldest wineries we've been continuously operating for 143 years wow these things are great wow the feeling so good 我还第一次进九角 那个感觉特别不一样 这个感觉很 我想到了脑子里想到了很多画面很多电影 吸血鬼日记啊 九角里深场特别适合唱歌很好听 anything that you're loving particularly right now for now I think for here is better like like musical I thought about a cartoon song which is the first english song I learned little town as a quiet village every day like the one before little town full of little people waking up to to say boujour all right very nice very nice the first time I heard this song possibly i was 11 about 11 this song is from beauty and beast beauty and beast okay there goes a fake a street like like always 我觉得哪怕最好的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看到它就是它的样子 你看到它是山它就是山 是葡萄架子就是葡萄架子 是树就是树就是树就是蓝天就是蓝天 你不会想太多 我觉得平时有点过度思考的东西 我以前幻想我未来的 会住一个有一大片的草坪 然后中间有一棵树 一个超大的树 然后有一个我自己做的鞦韆 去了第二个地方 还做那个蓝车上山 然后上面风景也很好 在酒窗里面还可以坐蓝车是一个很happy的事情 跟刚不一样的感觉 那边的酒窖的感觉和这边这样 对 还可以有色彤 所以它看起来比较先进一点点 一下子有很穿越的感觉 一个很传统的酒窖 一个一个的木桶 很现代的方式 很科技的方式去酿酒 然后给大家展示酿酒的过程 这是我们压榨糖醋 所以葡萄进来之后 可以把葡萄丢到那些像云梯的那个仪器里面 那葡萄一串串的 在这个压榨槽里面 把葡萄汁压到出来 因为红葡萄的汁也是透明的 所以如果没有葡萄皮在的话 可以用红葡萄酿做白葡萄酒 原来有这个区别 从葡萄架子到海边到城市慢慢地变 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感觉看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不一样的感觉 人都是会受环境的影响的 然后你快速地周围换不同的环境 人会一下子很安静 不自觉地就会很用心地去感受周围给你的这个氛围 其实这一次算是我在旧金山待最长的一次了 以前就是路过 这一次算是有一颗旅游者的心 回到了三番的市区 然后我们去到海边的杜隆大厦 算是蛮市景气的一个地方 很多小的吃吃喝喝 我喜欢那种小商品和小的吃吃喝喝的东西 一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眼熟 仿佛是来过 我可以再看一下 然后这个咖啡很好喝 这是一杯浓郁拿铁 就点了一杯拿铁再加了一份espresso 当你吃到喝到那些很普通的很生活化的食物 但是它又拥有当地特有的味道 它就会既有距离感又清净 要不要去拍一下 可以 我从来没有见过白色的科技 哦,它是混合 它是Siberian Husky混合 哦,那是为什么 哦,它是很帅 谢谢 那是食物 如果你想要,你可以告诉他们做帕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手 好 哦 给你一个手 给你一个手 你看这个吗 哇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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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乖了 我会阶段性地去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思考一下自己的选择 我不是觉得说 因为就逛了唱片店 因为有这个音乐喷泉 所以这是一个音乐的旅程 我反而是觉得自己状态的一个变化 不一定你要唱歌的时候 你才是在做音乐 任何一个我觉得我这一刻在做的事情 其实它都跟音乐有关 但我真的一站一站地一个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投入的 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我都尽量让自己在一个 就是一个来旅行的状态 既然来了我就好好的去感受它 回去之后我要做什么什么事情 我又开始想我后面的计划了 但是我同时又在想说 我的计划是不是又要更改节奏了 我感受到了什么 我想要有什么样的转变 我觉得这一趟旅行 对我来说也是带给我一些思考 应该会有一些转变吧 因为那一片田 感觉一直在闪光 有没有人看那里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本节目路线 由美国国家旅游局亲请推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